每一天不能有间断 在一切处一切时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我们有多忙 无论我们有多辛苦 就是说最近明后 我们不能间断 再加上在我们这个五着二色的事态 那这句明后我们很需要 下面会给大家说明为什么 那如何让这句明后能够念得好呢 今天上告诉我们都设六根 都设六根的用一个简单来讲 就是说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心态来念这句明后 那如何让这句明后念得好呢 那今天上常常告诉我们 一心不能二利用 一心不能二利用 就是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 你能够用你的那个心 一心一意专心的念这句明后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念佛不能成就 不能得利呢 因为我们的心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句明后 所以有时候念佛啊 一念一烦恼 很多人要画画 你不专心你画不出来啊 你今天你想要开车 你不专心来开车 你会出车后啊 很多事情佛法常讲的 你要让这句明后能够念得好 首先你要先学专 就是教你专心这句明后 让那个心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 你这句明后慢慢的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这句明后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尊敬的最童秀大德 为什么我们今天念佛呢 念得难 恒心没有 有间断啊 所以我们难得能够就会一处 一起这样的工学 你要先把这个心放在这句明后 当你念佛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想 我要把心放在这句明后 我来好好念这句明后 你念久了 这句明后 你夜念 你那种感觉 那种 得弥陀的加持 整个念的符号 就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来念这句明后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了 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来参加这个供修 那么我今天 我为什么要来念佛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啊 尊敬的最童秀大德 首先我们现在了解 今天我为什么要念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人家说 师父我将来能够往生西方 得生净土 有这么容易吗 真的能够往生西方吗 关键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主持大德 先了解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要来念佛 这个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我们今天 用这句名号 为什么要念佛呢 我们老上常讲 第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 这个心必须要去调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迷了太久了 迷了太深了 佛 佛讲得很清楚 心本来是清净的 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本性本来就是佛的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 还需要调整这个心吗 需要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跑得太远了 迷了太久了 迷了太深了 所以今天你心不善 说实在的 你的言语一定不善的啊 那跑不了了 你心不善 你的行为一定不善的 为什么 静随心转 一切法为心造啊 行为不善 言语不善的 不要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连生三三道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份 所以用这句名号来调整我们这个心 让我们这个心恢复正常 因为我们现在心不正常 你自己思维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心不正常 人非圣贤 苏能无果 只要你一天 还是凡夫 你就避免不了你自己的过世 那这个过世章来要复因果的 你种什么因 一定有果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你今天种下的什么因 念佛的因 将来会成佛的因 你今天种了不善的因 你将来会受不善的果报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段事情的 所以调整这个心很重要 让这个心能够回复正常 你能够保障 你这个心不会发脾气 能不能保证呢 保证不了 你能不能保证你这个心 不会产生基督 对任何事 对任何人 对每一些事情 你能够保证你那个心 如如不动呢 那个心真的清静吗 很难嘛 你能够保证你那个心 不会认对一个人 对任一件事情 能够产生不计较呢 所以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我们今天用这句名号呢 最主要调整我们那个心 让这个心不要心浮气躁 那个心能够清静下来 回复你那个本来的面目 这很重要的啊 如果心没有调整好 你那个心态将来会影响你的未来 你将来是怎么样的 都是现在你的心态 会影响你的未来 能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以看到你的心态 那个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在这个法门当中 我们不好好珍惜 不好好珍感 不好好来修 希望能够来世 再来学佛 再来念佛 那这个说实话很难啊 很难 不是每一件事情 不是每一天 不是每一事 我们有这个机会 遇到这个法门 没办法 所以 以前老上常讲 啥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呢 那个真心才是真的 真心是什么 真心就是 明耐去阿弥陀佛念号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看明白 看得透彻 你了解 我今天我要念佛 我要用什么心来念佛 那才是关键的 所以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能够保证 一道明文利亚 你不会被迷惑吗 在这个五族二字 在末法时代 你能够面对 你那个内心的自私自利 你能够在这个五一六成当中 你不会被迷惑吗 多少人为了明文利亚 自私自利 五一六成 贪嗔痴慢 天天都在堕落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用这句 名号呢 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要把自己的过失 能够把它降低 就是用这句名号能够让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的毛病 让我们的习气 让我们不善的心态 让我们不善的语言 让我们那些不善的行为 能够把它降低 越降低越好 这样才能够将来念这句名号 往生西方挤得世界 才能够得力啊 你才能够有考驻啊 你才能够保障啊 不然的话那很难的吧 因为我们都是反复啊 有时候遇到一件事情 情绪不能控制 发脾气了 发脾气呢 火烧功德令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果报是什么 称慧心是第一之根啊 你脾气不好 这样当然一定剁地狱的啊 这个已经跑不了了 脾气不好 第一 第二身体也不健康啊 你脾气不好 你怎么修 到最后你的功德 都是会烧光光的 那从你的功德烧光光 你因为有这个福报 你想要学佛 你想要念佛 那真的很难 所以虽然在这个地方当中 我们怎么调整你那个心 那个才是关键 那用什么方法 用这句名号 帮助我们这个不善的心态 慢慢把它调整 让他心平衡 不会太 我们讲的 不会太左边 也不会太右边 都是在中间平衡 遇到什么事情 那个心 不容易心服气造 所以你要多念 佛号要多念 佛拜 拜佛要多拜 经要多听 经也要多送 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生当中 最主要的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那个才是一个关键 但世人不容易 真的 说实在的 师父今天出家已经22年了 22年 这段时间都不出国 都在印尼 都在调整自己的一些身体 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 师父静坐的时候 希望这个六月 六月师父会到西澳 做三十四年 也留下来几天 给大家讲讲话 然后会到雪梨 进中学会 在那边讲讲经几天 到墨尔本 说实在的 师父这几年下来 出了家了 这几天看看 自己的毛病有没有减少 自己毛病有没有减少呢 有啊 但是很不明显 自己毛病有啊 22年了 这样认真的修行 习气烦恼还是很重 那我们如果今天 不老实 不听话 不争感 将来想要了生死 出三界 往生西方界的时间 那真的很难 为什么 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啊 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啊 我们还要 还有几年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是不是 像昨天师父去帮一个人祝念 刚往生 我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是一样的走这条路 早一天晚一天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你早一天走也是一样 你晚一天走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的 所以我们要调整 用这句名号来调整 一到事情了 像师父常常这样 一到境界的时候 逆境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到顺境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当逆境当中不起成为心 当顺境当中不起的贪念 心永恒永远都是平衡的 不被境界而所转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你每天都是这样过 等一下一到四前 洗烦恼 发鄙气 计较 不欢喜 不高兴 心腹气躁 每天都是这样 一到什么事情 喜欢看人家的是非 讲人家的是非 那我们今天念佛 还有意义吗 将来能不能成就呢 很难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呢 首先请告诉自己 调整你的心 你把那个心调整好 心好了 你念这句名号 那就容易了 真的很容易 你心不好 心不上 你怎么念佛 你都是烦恼的 那如何让这个心 能够调整好呢 该看破的要看破 该放下要放下 看一切人 看一切事 你自己都是反复 别人都是佛补充 别人都是佛补充 你的心就容易平衡了 说实在的 很不容易 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修 说实在很难 明白这个道理 发脾气不好 但是每天都在发 但是每天都在发 你想一想 明明这个事情不好 但是每天都在放 你说 于事不于事 于事 所以 你要好好听 那如何让这个心 会更好呢 佛号不能间断 就是说 无论你有多忙 你要把这句文号念得好 让怎么念得好呢 你要专心 一心一意 让这个心 当念佛的时候 我来念佛 当工作的时候 我一心一意去工作 有时间 赶紧 符号 拿起了 为什么呢 帮助我们 对啊 前几天 师父开会的时候 跟李氏 有跟我们师父 开会 要建学校的事情 大家一大堆的人 一开会 意见不同 那个情绪 慢慢开始也被影响了 开始被影响了 因为我们佛号念的习惯了 天天都在念了 第二念佛号出来的 阿弥陀佛 情绪要稳定 情绪要稳定 无论经济有多难 狂风大浪 你还是要把最终人口 抓住 这样好啊 真的 佛号多念跟少念 有关系吗 真的 就是师父的经验 你今天念佛念的少 跟念的多有关系的 但是你要真心 你要真心去念 你跟着 你那个心去念 用你那个心 我真的 阿弥陀佛 我心真的阿弥陀佛 不然的话 喊破喉咙 也枉然 这个是第一个 跟大家讲 调整你的心 用这句名号 因为我们都是反复嘛 你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那些的毛病 那这个毛病将来呢 会受果报的 这个是不善 这个是不好 那第二个的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句名号来念佛呢 什么原因 无常嘛 人生无常啊 什么时候我们要跟这个世间讲一句什么 Goodbye 然后英文怎么讲 Goodbye嘛 再见了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 你讲一讲 哪一个人能够保证 你能够解脱得了生老病死 没有啊 就算你今天活得很有福贵 你还是要生老病死啊 就算你生在澳洲 环境好 什么都好 条件好 对不对 哦 什么都好 政府啊 照顾的很做到 啊 什么都好 对不对 空气好 水好 吃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你能够避免不了生老病死吗 避免不了 避免不了的 无论 哪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总有一天 迟早 他一定要离开这个世间的 那离开这个世间恐怖还是不恐怖 那个不是不恐怖的关键 关键在哪里 来世 你要生在哪里 那个才是关键 今生能够能够得忍生 佛告诉我们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生得忍生 能够稳到佛法 说明你过去生中了很大的福报 你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佛法 又能够中不失 又这个上根来念佛 因为你过去生 你的不失 你的福报 修得很大 这一生又遇到了 如果这一生你不修 你怎么办呢 所以用这句名号 作为我们的保障 什么保障 将来无常到了 我们有一个方向 我们有一个目标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准备好 像过去在印度 师傅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因为时间很短 有一个乞丐 有一天 他看到很多那些皇家 这些帝王之家 这些福贵人家 来找婆陀来供养 来布施 但是这个乞丐 想要供养布施 都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他想 为什么 在这个世上的平均 为什么距离这么大呢 有一些人 生在一个很有钱 很有富贵 为什么有一些人 像我这个 生在一个这么穷 不但穷 还做乞丐 一天要吃饭都很难 生活很辛苦 他也在想 为什么这样 有一天 他捡到了一块 那个金钱 这个金钱 他在想 如果这一生 我不再布施 就是因为我过去生 没有好好布施 我过去生 可能很吝啬 贪婪 所以这一生 受这样的果报 所以我这一生 有这个姻缘 我捡到这一块金钱 我想要来供养 来修布施 然后希望来世 能够不要过得这么辛苦 希望能够来世 会生得更好 那就去供养给佛陀 去买那个油灯 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 刚开始 他的念头 希望来世能够更好 来世会 希望能够更好 不要生在贫困的自家 希望能够生在一个福贵自家 不但福贵 健康长寿 他要去供养 供养之后 他一到佛陀 一到佛陀 佛陀就给他开示 因为佛陀 他知道他的心思 福贵 福贵有一天 他会消失 健康 健康总有一天 人在这个世上 总有一天也会生病 长寿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永恒 无论你多长寿 150岁 你还是无常 避免不了死亡 所以佛陀就给他开示 人生之道理 如何解脱人生 没想到 佛陀一开示 证得阿罗汉果了 因为他明白 事实的真相 生老病死 都是六道轮回之苦 我们无论有多努力 只要你还在流导 你只要你还在六道一天 你就一天避免不了的人生之苦 你得不到 救性乐 你得不到 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 生死都是无常 人生都是无常的 国土就是脆弱的 真实的 才是永恒 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看破一切 真的 真的阿罗汉果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 人生都是无常 该看破的要看破 该放下的放下 讲的一二三 反复二三 你也可能也听不进去 有没有得到 听不进去 为什么呢 你还是一样 造就 佛陀跟你讲 因为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常讲 四句话 快快觉悟 我们有没有觉悟 没有啊 人生无常 有没有 是结悟这个道理 国土脆弱 有没有是结悟这个道理 没有 还是一样 造就 随着自己的喜气烦恼 还是一样 过生活过日子 真的 生死是无常 哪一件事情是本 是真的 哪一件事情是永恒的 没有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今天你拥有的 都是暂时借给你用 时间到了 你还是要离开 你不想离开 你还是要离开 所以用这句名号来调整 让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让你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 你不会产生过于执着 因为执着是烦恼的根源 烦恼根源 没有去克服 你永远就是活在痛苦当中的 这个就是讲 我们师父讲的 就是心理化了 真的 不容易 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不容易休息 师父讲一句实情话 太难了 再加上自己的烦恼喜气 再加上我们旁边 又没有老师的指点 再加上自己又不努力 又不听话 不争干 你到最后还是 随着自己的业力去轮回 那将来轮回在哪里 我们讲的 三三道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三二道是最容易进去的 那将来如果我们到了三二道 谁来帮助我们呢 你看 将来到三二道谁来帮助我们 你希望地藏王菩萨来帮助你 你要跟地藏王菩萨有缘 你跟地藏王菩萨没有缘 地藏王菩萨没办法 所以不容易 最容易是什么 西方极得是最容易去的 只要你能够把心方向目标 落实认真努力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这个人生都是无常的 不要因为这个无常 天天给自己烦恼 无论你多努力都是总有一天 无论你多长寿 你还是总有一天 你还是避免不了那种生老病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 那么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该怎么办 该看破的要看破 该放下的要放下 真的 无论你要多苦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人家批评 无论人家来对你 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着你 都是暂时而已 不要因为这样的 来影响你那个心的念佛的情景 不要去被影响 为什么 暂时而已 我今天要跟人家比 比什么 比哪一个人是最快乐的 那个最重要的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听人家说 师父我生活不好 我生活很辛苦 这个辛苦 那个辛苦 我这个不好 我这个那不好 我这个不顺 那个不顺 其实自己本身自己有时候 给自己烦恼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要跟人家比 这个比那个比 他要我也要 他要这个我也要那个 什么都要 最后苦还是自己来挖 所以最好的是什么 比过最快乐的生活 那如何让快乐呢 知足常乐 心里懂得去知足 懂得去满足 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都是假的 无常 他会过 我现在好好念佛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保障 为什么 好像我买保险 我买这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 将来 时间到了 我去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的保障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在澳洲 你去抗病 你在澳洲如果没有medical 那个抗病很贵 看医生很多钱 你今天有这个medical 对不对 走到哪里 当你身边的时候 medical一拿出来 你看 医生什么都过了 对不对 多好啊 念佛也是一样 你念最近两号 将来无常到了 我有依靠 我有方向 我有目标 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人有业力 有烦恼 有时候临终的时候 不是愿力做主 是什么做主 他的业力做主 当业力做主的时候 那这个很难走 希望大家 说一句心里话 好好用功 把你的眼前看更远 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所过的生活 所有的环境 无论这个地球也好 这个国家也好 无论你生活在一个很福贵的家庭 无论你生活在一个很辛苦的家庭 没关系 都是无常的 那个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 那个才是我的目标 这个就是希望大家有这个心态 真的 人生都是无常的 无论你多努力 都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被这个无常 你看 你也能够避免得了 避免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原因给大家 我来用这个佛号来调整 第一先调整你的心 第二让你明白这个世上是无常 那无常呢 谁能够依靠得了呢 谁能够靠得住呢 金钱靠不住的 地位也靠不住 国家也靠不住 而你靠不住 自己那就不用讲了 那靠谁呢 人家讲靠山 山会倒 靠人 人会跑 那靠谁呢 靠自己是最好的 这个自己呢 就是谁呢 就是你自己 跟阿弥陀佛 能够相应 将来是见到了 我们的心里 那种安安详详的 跟着阿弥陀佛 到西方去的世界 那这一生我们就不白来了 我们这一生都是最圆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你那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你才是真正的自在 你才是真正的解脱 所以对每一件事情 对每一件事 对每一个人 不要太认真 真的 不要太认真 有人跟我说 师父啊 哇 要好好赚钱 以后老呢 这个钱啊 来作为我的依靠 哎呀 那很难说 很难说 真的耶 很难说 很多人呢 火到牢的时候 想要享受 很到享受了 把一笔钱放在银行 刚刚享受几天 无偿来了 没有了 带不走啊 所以啊 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事实的真相 事实上都是无偿的 暂时给我们用的 看大家怎么看 今天啊 借这个姻缘啊 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很短 下一次呢 下一次呢 再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有点念佛 今天给大家讲到两点 都是调整 那个心态 最很重要 心态不调整 心不善 你无论怎么念佛 很难成就 第二呢 就是说 去了解 这个生死无常 无常是苦的 我们有一个依靠 谁跟什么依靠呢 这句名号是我们的依靠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时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依靠 这个啊 借这个姻缘给大家 讲一讲啊 下一次啊 有这个姻缘啊 再给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我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经过我们自己的 这段时间的修行 把这个事实啊 讲给大家提 真的 这个世上 啥都是假的 真的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真的不是你的 好好念佛 该工作的时候去工作 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 该做事的时候去做事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念这句名号 才是真的 因为你真念 它真的会改变你的命运 而且这个命运一改变了 什么事都好了 今天祝大家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认真努力 一起用功念佛 同生极乐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调整 调整心态 用你这个调整你的心 让我们心能够回复正常 心清静 让这个心会更善良 对人 对事 对物 你那个心 能够有一种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 是对每件事情 对每一个人 让我们这个烦恼 能够越降低越好 为什么 心不善 这个 我们行为一定不善的 行为不善 当然影响你的言语不善 言语不善 将来我们一定要说果报 这个果报 这个不好 都是不善的果报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 赶紧调整 我们心 很多毛病 很多毛病 真的 这个心不调整 以后很难往生进 这个就是给大家说明 因为时间很短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还能够活几年 大家不知道 所以好好调整 好好心 好好来修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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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